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历史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你若能信 原文是你若能 当孩子的父亲问耶稣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所以耶稣重复小孩父亲的挑战 那他看见问题的核心 不是在于耶稣能不能 而是在于孩子的父亲 信不信 真正相信的人 才不会限制神的作为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信的原文是信赖 信靠的意思 而且时态是现在分词 表明这个信不是一时的 而是持续不断的信 凡事都能 应该是凡事都可能的意思 而不是都能做 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对于一个有信心的人而言 凡事都是可能的 而真信心不是一时五分钟热度的相信 而是持续不断的信靠神 孩子的父亲历史喊着说 喊着说是哭嚎 尖叫喊叫的意思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的喊叫 和妇女在生产时的呼叫 都是用这个字 而且他的时态是简单的过去分词 表明孩子的父亲 当时是情迟迫切 大声的喊叫的 信不足 其实是不信的意思 孩子虽然 这个孩子的父亲不信耶稣 能够赶出孩子身上的鬼 但是当耶稣指出他的问题后 他立刻哭喊着 求主耶稣帮助 加添他的信心 这样谦卑的态度 也是主所喜悦的 我们即使信心不够 只要我们真诚的承认 自己的软弱 而且愿意呼求主的帮助 主的帮助一定会来到的 诗篇三十七篇五节说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许多时候 我们最大的危险 乃是向主祷告后 我们不相信主已经做了 我们导师设法想要去帮助他 还请别人去帮助他 然后看看主怎么样去做这件事 真实的信心 一经阿门 神就能工作 亨利马太说 活泼的信心 在得到了神的应许以后 立刻能发出赞美和感谢来 虽然应许还没有实现 因为他们知道 神的支票和神的现款 一样的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